各位朋友好 接下来的内容的话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实践工作与学习英语相结合的一个实战的阶段 本期的视频的重点 就解答一下 就是前期有一些推友 还有一些YouTube视频网站底下的一些 用户的一些留言 然后我顺便做个解答 那我记得前两天的话 有朋友就谈到一个话题 就是说你学英语 你是如何去坚持这个去学习 然后能够把它拿下来 我一听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话题呢 听起来对大部分人理解的话 就是学英语 你确实你要去把一项技能给它掌握下来的话 它是一项很辛苦 并且需要很坚强的忆虑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根本就 我学英语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所谓的坚持 学习就是生活嘛 学生 而且这个生活都跟你个人的兴趣有关系 我从来没有为了学英语 或者说为了学英语也去学英语 然后去弄一些很多那种自己个人都没有兴趣的这种教程 然后去硬啃它 这样的话是很费劲的事情 我所有的学习过程其实就是我自己生活中 然后去了解这种探索相关的去户外探险 等相关所有的一个知识 希望科学的去研究科学的读本 希望经济的去研究经济的读本 都是都是现成的 都是直接本身就是他个人感兴趣的事情 你坚持的去做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做 根本很快就自然而然就学会了 而且不会飞进 也不会没有想象的那么辛苦 很有乐趣的事情 前几天我打开就是国内的QQ的空间 我也把视频曾经也有一部分内容 就是在QQ空间 在优酷上也有发表 然后一位朋友给我留言说 他认识我 因为我原来在早期在互联网上 曾经带过一些闲人 就是教业创业相关的一些知识 那他说军卫怎么 最近怎么一段时间没看到你 然后又怎么跑去做英语了 其实就是说你其实的话 你现在比如说有的时候 像一些录制视频啊 还有一些早期创业 还有一些原来的话 我也教别人做过网站 就是为什么一下子 就不做了 一转到英语这块来了 我之所以发布英语 我在这里说一下 我现在手头已经花了多年的精力 总结出来的这三套系统 就是秒记英语单词的系统 还有语言架构的一个系统 还有这个快速知道如何精准的发音 像本地人一样发音的这三套系统 基本上可以帮助全球任何一个华人 基本上在两到三年内就能够变成 跟英语本地人一模一样的去使用英语 所以这些技术非常重要 然后因为信息量实在太大 我必须要花一点精力来重点的 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来重点来突破 把这个内容尽快传播出去 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会花更多的精力 把它聚焦在这个英语这一块 当然英语因为我所使用的英语 或者说我所学义的英语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 我学义并不使用任何的传统教材 我的英语本身我就直接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的 所以我可以随时随地的 只要时间允许 比如说大家觉得现在目前这种摄影的技术 摄影我还经常在网上还教别人 把一些方法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还经常在网上教很多人一些解决方案 就是说我其实我可以同步的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其实我摄影的一些教材影视制作的教材 我可以同时教大家 还有一个网站制作 那网站制作需要用一段时间 那我以前也早期也帮在网上 往来教人家就是如何就是建设网站的 也都是都是自己写的 因为本身你学英语嘛 学英语的话 然后英语只是工具而已 工具的背后的话 你就本身就在就在写各种各样的知识 那知识跟平时学习任何一项知识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你如果自己感兴趣的某一块长期去看的话 你当然也会有所积累 所以我当然我可以同时讲很多的事情 但是最近之所以就是会更重点的来讲英语 只是当前我现在目前有大量的事情 英语这一块的话有大量的作品 我要急需要赶快要把它发布出去来造福华人 尽快地融入到国际的大家庭里面去 所以这个任务比较重 所以我会重点来把英语这一块讲 那影视的话 我最近老是也带了很多一些人 但是我发现就是在包括国内也朋友 也好像需要制作一种视频 我有时间我现在也可以边做 大家看看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给我留言 我也可以一些摄影的一些技术 一些特别录视频这一块 如果要需要企业需要做宣传 或者个人需要也想要搞一些自媒体频道 想要录这些视频 我也可以教你 我可以顺便发布 反正可以一起关注一下 海外一些华人 我知道你可能在现在目前就比如说 你生活在美国加拿大 但是你要完全掌握英语 这个东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是要虽然网上会说 这个环境改变了 大家说就是我以前 我也碰到过这种海外归国的一些华人 然后也跟我谈到这个说 就是以前好像协议好像很难了 然后他到了加拿大生活一段时间以后 然后英语日常口语好像都能应付了 但是我那天我在火车站上 在火车上的时候 我跟他睡上下铺 然后他看到我 因为我所有的我全部都英语 我看的书我也有英语 我电脑也是英语 我所有东西通通都英语了 他就很好奇 怎么刚才他在讲 就是他的一个在海外的一些经历 就是说以前英语认为这种很难功课的事情 他都能功课 但是他阅读的书其实还是中文的图书 而我的我所有阅读的书 我的我是电子书 因为电子书里面可以带大量的图书 直接往这个电子里面 SD卡里面直接往里面填充 所以可以填充大量资料 我个人习惯上是可能会带电子书比较多一点 他就很好奇就是 他跟我讲 他跟我说在加拿大几年以后 日常的口语确实没有问题 确实没有问题 然后但是他阅读的还是华文 但是我现在在中国 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 到现在我还没有到国外去到国外过 但是我现在所有阅读的东西 我工作的东西 我都全部用英语 全部用英语 包括其实最近的话 我现在慢慢开始在推特上 也注册了自己账号 在网上也开始发现原来全球一些华人的状况 还有一些华人的一些思维方式 其实我发现也跟大陆里面的国内的一些华人 其实很多文化方面的东西还是比较接近 我是因为去年从开始郭文贵事件以后 然后慢慢开始注册了这种推特以后 然后才慢慢开始接触一个海外华人的群体 以前早期的话 那你上YouTube你有的话 所听的课程 或者所有东西也全部都英文的 我基本上都很少有去 我根本很不了解海外华人的状况 然后近期的话 因为上网以后才慢慢知道 这个华人的这个群体 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吧 早期的话最多有的时候 一些公共的课 有的像那种什么石涛评论 还有什么陈破空 还有美国之音 类似这些比较常见的这种 这个几个人的 我有看过 就是郭文贵事件以后 慢慢我才开始关注到华人推特 这样一个群体 所以要说到英语的话 因为你说的这种日常口语 口语可以交流 跟完全掌握 完全掌握就是跟本地人一样 那你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需要去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快速的直接融入到一个环境 比如说你具有某项专业的技能 然后的话 你可以随时到任何一个公司里面 去应聘去做事情 对吧 我记得我现在的话 我以前在义务的时候 我那时候注册了一个公司 在义务的时候 那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外 但也没有跟外国人接触过 我自己慢慢会英语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我刚好在义务的时候 刚好去碰到外国人 然后我刚好有机会接触 外国人的时候 我就直接 就是跟我平时学习英语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直接直接这样就说就好了 说出去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很吃惊 就因为 因为那个 他不太相信这个东西 就是我说话 怎么能够语音跟他那么接近 就是可能中国人的话 发音的话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 因为发音不会不一样 就是基本上中国人 基本上吧 中国人的发音的要领上面 都需要纠正 这个东西 我在到时候的 那个语音的课程里面 我会跟大家讲 就是中国人 到底发音哪里出了问题 如何快速的纠正 这些东西 我后期的客人都会讲到 就是中国人的话 语音发音是绝对有问题的 那包括现在目前 正在学校里面 包括老师自己 包括一些以前的这种从事外貌的人也好 或者说学习英语专业的这种学生也好 他们的发音就是有问题 就是从这里发出去 声音就是用喉咙说话 就这样说话 像这种美国人的话 就是说话 他是用腹腔这样说话 然后像他说 他讲话的时候 这有个回声器 就是就像我们有的时候 像你把中国人发音的话 你就看着一个喇叭 他那个扩音器大家也见过没有 中国人的说话 他是没有用到底下那个扩音设备 他就用那个发音的喇叭 直接这样发出去 用喉咙直接说出去 那美国人说话 不是这样的 美国人说话 他是喉咙 他发音 他只是发音 只是起到发弹 最关键 他底下有个扩音器 肚子里面就有个扩音器 他把声音直接通过这个里面的发声 再这样传递出来 就是说话的时候肚子是在动的 在动的 然后是整个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带着一个整个音箱这样的说话 而中国人就是带着他是有音箱 那音箱他没有 他直接用喉咙喇叭这样直接说话 所以发音都有问题 这中国人的后期的话 因为我都要去就证大家如何正确的发音 然后能够发得更加纯正一点 但是我在U的时候 我跟他们讲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因为我都我业语的 我不是我不是没有店铺 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利用中午的时间 那个那个有个小场地在中午的时候这样介绍 我都做了好几单这种外贸的单子 我每次讲跟外国人讲的时候围着一大圈人 而且外国人很奇怪 因为我的发音跟他一模一样 然后的话 我当然不是 我不是土生土产的美国人了 因为为什么 你再怎么会说 你的语言习惯跟他当地人不一样 他肯定能听得出来的 所以你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 才能够慢慢的把这种差异给他去掉 就慢慢生活中 除了你会发音 除了你会把字念出来 最关键的是你的生活习惯 你的语言表达习惯也接近他 这是需要生活经历的 不是说你去学了英语就会了 而更何况你本身 你在这种华人的世界里面 你日常中类话 你还是缺少缺乏应有的训练 我相信日常口语 海外华人生活很多人 不管他的英语综合能力 是否跟我的差 有没有差距 但是他日常口语表达 肯定比我更好一点 因为他每天 比如说我去买菜或者吃饭 你每天的日常口语都要讲 日常口语他就模仿就好了 我根本字都不要懂 一个字都不懂都没事 他照样可以 模仿出这种日常的对话 而且就是接近本地人 因为本地人怎么说我模仿他 是吧 这一点的话 是很容易听出来 你并不是土增土长的美国人 但是你又能够发出 那么纯正的话来 然后的话你可以 大家都知道 有的我早期没有接触过这种真正的没有深入的了解英语的时候 我觉得像这种从事跟英语专专业的或者是有的英语的学生那肯定是牛的不得了 而且肯定很可怕 肯定的话你再怎么学都敢不过他 实际上并没有 哪怕是做外贸的人 他外贸他其实无非就是为什么 其实语言的话 说到底你为什么要分外贸 还是什么英语或者是什么国际贸易啊 或者是什么外交啊 为什么要分那么多呢 然后外交他是另外的专业的学术 不要说就是为什么也是以英语为主 但是要要细分成那么多种 其实说到底就是英语比较难写 但是他要从事这个行业 他会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内容的话 会更加重点的去把它先攻下来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是这样也比如说计算机吧 计算机如果你学习的是计算机专业 或者说挂的计算机英语专业等等也行 那么你肯定因为你要学习计算机 肯定你先会攻下英语这块 假设你要是去所做的 你是学习法律专业的 当然你的语言里面的系统里面 你的英语的肯定跟法律有关的东西 会先攻下 其实我们学习也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个人感兴趣什么先攻下它 然后因为用的多了嘛 用的多以后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个文字 这个字就是陌生的 当时就越来越少 那后期的话你就夸借也是能够随便工作 无所谓啊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吧 我前当前我还碰到一个碰到我的朋友 他还学计算机商业的 我自己的话像这个Linux系统里面一些命令行工具 他看到我也会操作 都觉得很可 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的话你只要Linux系统的话 那命令行哪怕命令行你只要哪怕你不懂 会使用一个-h或者-help或者-一个问号 你不就答案就出来嘛 因为我全部懂英语 你哪怕那个计算机里面帮助文件一跑出来 我每个字我都懂 那对我来讲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你可以夸见可以任何做任何事情 那跟英语的话语言根本就不是问题 专业知识才是问题 所以语言就是一种工具而已 大家不用担心 所以我会帮助大家快速的就是把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先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你具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能力以后 你再逐步的就扩展扩展 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你不要停掉任何事情 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比如说你现在目前就在做外贸或者做亚马逊 是吧 Amazon 或者说 eBay啊等等类似这些东西 或者我学或者所有的那种海外的这种网购平台 你继续去做 你不要停 继续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然后顺便把这个英语协会 然后开始去 我还看到这种特别写计算机专业人真的好好的去掌握一下 把英语写下来以后你去做创业 然后做其他事情有大量的机会 比如说你要是哪怕一个我们不要说有大的平台 哪怕就是你依赖一个平台然后发现某一个需求 比如说像安卓呀 或者说那个iPhone啊 类似里面一个平台的一个应用插件 你就开发呀 或者其他东西你只要有技能 只要能力具备的话 那你随时都可以去开发一个东西 那国外这些产权肯定比中国要保护的好很多很多吧 是吧 你可以随时利用这种个人能力 然后转化成一个收入来源 而且你也没有损失什么 最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出国际的眼光 总有一天大家都要意识到这一点 不管你是生活在中国 还是生活在美国或者任何一个地方 这世界本来就是一体的 不要再去分辨太多了 这个世界未来的世界就是没有太多这种 因为现在互联网互联网技术的东西本身就给传播交易啊 然后那个支付啊都已经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 你为什么去分分国别呢 比如说我假设我在安卓里面我要去购买一个应用 假设是英语的应用吧 英语的应用假设这种功能又刚刚好是我所要学习英语 所最需要的这些功能 它都具备 但是其他的软件不具备 我不会去因为说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开发的作者是印度人或者非洲的或者中国的或者你来自任何地方我根本就不关心 然后你的标价是按价值来标价就按我这个开发软件的价值来标价而不是按这个因为你是哪里人 如果中国人的话我就标价标的比较低根本没必要是吧 那你不是可以就在在中国你在原地就是在中国本地你的你你你你收入跟美国在美国本土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是完全一样的嘛 有什么分别开通的这种各种收益的通道你把它打通了以后然后就按顺序的该做的事就做 但是有一点如果在中国的话我要还是要比较现实的告诉大家就是说专业的技能方面 因为长期的话就是中国的这种网络封锁然后导致大家又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到这种这个全球的信息 那么现在目前的中国整个年前是非常被动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这个这是绝无仅有的在全世界上有这种网络封锁的这种这种国家基本上就就已经慢慢没了就没了就剩下中国朝鲜 还有伊朗还有还有哪几个没了嘛是吧 这种东西这个是不可能会长久的这根本就不会长久了可能说不定几年以后就就一年两年三年谁知道呢 说崩就崩说说没就没了这个东西一个国家总会正常化嘛 总会正常化那天嘛那你要不要做好准备你要不要提前做好准备 就是当有一天你要真正的面对真实的世界里面与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公民去做竞争的时候你要不要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先具有这样的能力 是吧因为在真正的民主的一个国家在未来吧我相信中国肯定也是要走向民主的 不管你怎么怎么去装不管怎么这样粉饰的多好听民主是必然的一个趋势而且根本就没有第三条路 哪怕共产党在里面宣传没用这是未来的中国也是肯定会往这方向过渡 在做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们有点想法的有点理想的人记住一定要早一点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去当比如说中国 呃一旦出现有很严重的呃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真正的波动有一天包括政治上有一些波动的时候 那么这个这个这部分年轻人要成为国家的中间力量你要你要很好的帮助这个带动这个国家慢慢过渡到这种这种正常国家 要要帮忙这个国家路过南关一起来把它往这方向带啊这一点大家要记住 还有一个问题就有的朋友会关心比如说你去学习英语的时候你到底你的呃到底能不能通过就是我现在教的这英语啊去解决 比如说像考试的问题啊能不能过四级啊六级啊八级啊或者去考什么托福啊牙师啊等等这些 这些考试到底能不能通过 我个人一直认为就是英语的所谓的考试都是游戏 不要不要去太关注太多的概念什么所谓的牙师啊什么四级啊六级八级 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概念 你最重要的是把英语本身掌握下来那大家如果既然已经老问到这个什么关于托福啊牙师到底什么我刚才在网上稍微查了一下就大家看清楚了 这个牙师牙师也没有叫牙师你要牙师的话到底什么为什么会会看起来那么糊涂就没有他就他只是把几个英文里面的那个真正的要说的那一部分 那些内容几个单词然后就是第一个字母然后按发音这样组合起来就是大家听起来有点神秘感而已 其实不叫不叫牙师哈牙师就是他的言名其实就是 那个 这个这个国际英语策射 就是就是英国的就是你把它看成那个英语的 因为语言大家都知道其实语言教育本身就是一笔生意理解没有 那这个牙师的话是由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发布 还有其他东西罗里头说我就不看太多 就是说这套系统就是相当于说是英国的考试系统 就是英国的语言对外输送的时候可以产生利益的一个一套系统 你就你就这么看就好了 它的言名叫做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这就是 这就是然后把那个第一个拼音 I E L T S 然后组合起来 然后中国人就把那个发音 然后就就把这简写的发音 然后然后就就把它呃 念成雅师 然后人家一听雅师哇 这高大上 其实雅师就就是很简单 我就言文翻译给你 比如说呃国际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就那么简单 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 那么这是一个大蛋糕 所以这个目前的话是呃 这是英国人英国人的标准 因为他如果要发行这个你要参加他的考试 他不就可以赚钱了 还可以发行书本了 然后背后有很多这个呃教育工作者是吧等等 那个输出文化本身就是一笔生意嘛 你就可以赚钱嘛是吧 那么美国人他就搞出他自己的一一套测试系统 那这这就是所谓的托福啊 大家看一下啊 托福叫什么大家看一下 托福是美国的嘛 然后我不用说啊 就蒸这个蛋糕就是两个考试系统 比如说像我们中文吧 中文假设要是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如果很多全世界很多很多人想要学中文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蛋糕 可能呃华人 比如说在我们中国人也也想切这个蛋糕 我们有中文的内陆大陆的这个啊 中文的考试系统 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赚钱 可能台湾他也想要赚这个钱啊是吧 也许啊 新加坡华人他也觉得哎我我考试也可以从中分道业力 他可能有一套自己的系统啊 那美国的美国的这套系统我看一下 它的言名叫什么 Tester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你就把它翻译成是什么 就是为外国人准备的一套 呃英语测试系统 你就这么说就好了 就没那么神秘 就是因为英语几个单词嘛 就是就本来就那东西就是有两家一个一个是呃 那个英国版的系统哈 他不叫雅思哈 别别别别把它弄得那么那么糊涂哈 就是呃国际元测试系统 然后呢那个那个美国呢 他就发布他自己的系统啊 也也从中分点例哈 就是那个为外国人准备的啊 英语测试系统就是就这个东西啊 就这个东西啊 不要看着那么神秘 那么你如果英语全部都懂了 你测试不测试没有关系的 根本不用测试 测试那么多干什么呢 我全部都懂你怎么测试 你所有东西拿过来 我全部都懂你怎么测试 不需要测试的哈 在这里都多余的 你要是自己感兴趣去爬去去爬 这个游戏然后想要多获几本证书 那你就去玩就好了 我没有兴趣 我我你问这个东西 我我到现在为止 我因为我基本上全懂 我我我都看都没看过 我都见都没见过 我我是老是被人问到这个东西 什么八级啊六级 你到底怎么样 这个会会过什么几级 能不能带我来来搞这个托福 我我才查了一下 看了一下就这个东西 没什么东西 语言都懂就是了 你还要还要那么 考那么多干什么 别考了是吧 休息一下 然后我在最后最后再讲一下哈 最后再讲一下 现在慢慢就是有点天有点黑了哈 我就最后讲一个话题 就是我在我现在为止哈 你现在已经发布了十多个公开课了哈 那我发现就是还是有一部分 心理障碍就是果然有的人去闲语的时候 还会想太多 觉得这个英语除非你的水平很好 你的根基很好 你要你要什么什么接受过什么教育之后才能闲语 这个东西是完全胡扯完全胡扯 没有任何关系 你就正常人就跟着我 我保证你在两三年内你按我的方法去做 我现在呢 我现在因为要发布内容啊 发布内容的话 我现在时间还还无法太过专注于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都放在英语上 因为还有其他事情还没忙完 等差不多我开始慢慢专注于英语 把所有的精力都有时间放在这里之后 我会加速这个过程 然后记住所有人都会学会英语 一个正常人 所有人都会在两三年内把它全部供下来 你就跟着我做就好了 千万不要有这样一个心结 一个自我设限的一个心理障碍 一定要早一点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 如果你确实想要 你就直接去做就好了 比如说你把英语看得很难 那本身英语本身就不难 我跟你说过你若能够秒记单词 按秒 每出现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单词都迅速直接记住它 以三秒钟的速度快速的记进去 然后现在开始就通读所有的英语的书 然后让它不停的闪现 出现在我面前的我马上把它当场记下来 然后我嘴巴跟着读 这本来就不神秘的 每个人都可以 基本上在两三年内完全攻克它 这个东西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跟着我做就好了 跟着我做 我做怎么做 我就带着你 若你不懂 你在视频底下留言 然后我建议 国内的朋友的话 赶快就去最好就关注在YouTube 关注我的账号 或者在Twitter上 Twitter 那个Twitter就是 就直接在你 你在YouTube上 YouTube上搜索陈俊卫 或者在Twitter上 就at 然后陈俊卫的前评 陈俊卫 come 然后就赶快跟随我 因为在国内的 现在目前这个议论环境的话 那个 经常会内容被删掉 然后我这个人的话就是 我说话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没有时间 没有尽力去打理什么 说过哪句话 大家战战兢兢的这样讲个话 这个又敢发布那部分 不存在这个事情 你要封你就封 我无所谓 但是大家想要看到我完整内容的话 赶快在YouTube上关注我 然后我发布新内容随时可以看到 如果你还不会翻墙 OK我在第11期和第12期里面 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 每个人都可以用不间断的 持续的登陆海外的网站 然后你的世界本身就是同的 只是愿看你自己个人 不愿意去做 然后呢 接下来 所有的内容就开始进入实战的课程了 就我接下去还是手把手 教大家在实践应用中 如何去把英语写下来 在工作 在生活中直接去掌握它 但如果我时间安排得来的话 就是因为我应一些朋友的要求 因为我平时也要去解答这个摄影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 也许我就花点时间 我要开始录制一些摄影的 拍视频的一些教程 来帮助大家 更好的企业可以走出国门 或者说更好的现场 也许你想要做自媒体的频道的话 你也可以顺便借助这个机会去做自媒体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课程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课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